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集中的不利能量多少对人有不利的影响 而且鱼缸的水气也容易影响人的健康 同时鱼缸正放在床头的话也犯了风水学上的临头水禁忌 会浇灭人的财气和旺气 让人破财连连 很多人喜欢收藏精美的刀具 但是这些锋利的物品最好妥善收纳起来 千万不可放在床头 刀具这种东西带着肃杀之气 特别是有一定年份的古刀 有着杀戮的杀气 长久观之令人胆寒 让人心生不宁 同时 锋利物品会给人脾气暴躁 增加力气 与人交往时会表现强势 家人关系紧张 对个人的心性和人际关系都有不利的影响 在风水学中 神像的供奉和摆放是非常讲究的 最好在家专门选一个摆放的地方 千万不要摆放在床头位置 这些物品的风水能量强劲 会对人的气韵形成克制和干扰 而且卧室是私密场所 神像放在这里也有冒犯之意 在卧室摆放一两盆小的盆栽无可厚非 但是不能摆放枝叶过于茂盛的植物 特别是床头位置 夜间植物会吸收氧气 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 长久下去对健康不利 植物最好还是摆放在窗台位置 或者远离床铺摆放 五 以放床头柜 床头柜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在床的两边摆放床头柜 床头柜不仅能放置一些东西起到收纳的作用 同时也影响着夫妻的和谐 最重要的是床头柜如果利用好的话 还能够起到聚财的作用 毕竟家和万事兴 床头柜在造型选择上最好使用圆角型的 不要让边角太过于锋利 因为锋利的边角会产生煞气 也会影响着家庭的和谐 而圆角型的床头柜则非常圆润 能够给家里带来一团祥和之气 对于家庭财运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六 以放一杯水 有的人在睡觉的时候 就会在靠近自己床头放一杯水 这样的做法 其实不光是在半夜口渴的时候能够喝到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好运 最好不要是饮料 尤其是碳酸饮料 只要身体好一些 才会迎接自己最好的运势 书对于要考学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不管在家中的哪个位置 来摆放书籍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选择在床头摆放书籍 就会大大的增加考学的运气 如果家里面是有需要考学 或者是参加各种考试的人 最好还是在其床头摆放一些常用的书籍 二 床尾摆放一记 一 记放脏衣服 很多人习惯性地把穿过的衣服放在床尾 其实这种做法非常不好 因为穿过的衣服上 含有很多细菌和杂质 放在床尾的话 就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而且脏衣服不良气息比较重 会让人的大脑变得混乱 导致睡眠障碍 甚至还会影响到事业运和财运 所以 平时尽量不要把穿脏的衣服放在床尾 要及时收纳起来 二 寄放镜子 床尾也是不能摆放镜子的 因为在风水当中 镜子会反射一些不好的能量气息 镜子放在床尾还长期正对着床头的话 对人的健康非常不利 另外 在半夜的时候 如果人们起夜的话 会从床尾的镜子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像 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很有可能会被吓到 镜子也很容易形成风水煞 不利于家庭运势的提升 对于夫妻关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 寄放尖锐的物品 由于古时候房屋建的比较简陋 很容易招贼 很多人会在床上或者床尾 摆放一些刀具 以做防身之用 其实床尾是不能摆放比较尖锐的物品 比如剪刀或者其他刀具 这些东西很容易伤害到人们 另外 从风水角度来看 尖锐的物品会产生比较大的煞气 对于人的健康和家庭运势非常不利 四 寄放衣柜 衣柜是卧室的标配家具 摆放的位置要根据卧室的布局和大小来决定 但是从风水角度来看 衣柜是不能摆放在床尾的 因为衣柜的体积比较大 容易造成压迫感 而且边角也比较多 在风水中 尖锐的物品都容易形成不好的冲刀 对人的心理或身体健康非常有害 同时也不利于家庭的和谐 导致家人之间容易发生矛盾冲突 所以最好不要把衣柜摆放在床尾位置 三 床底物品摆放遗迹 一 寄放鞋子 床底下的风水往往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细节 其实床底下的风水与家庭运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风水上有这样一个说法 鞋子意味着出轨 如果在床底下摆放鞋子的话 就会导致夫妻关系出现问题 轻则容易发生口诀之争 重则可能会引起婚变 招来小三 所以对于已婚人士来说 平时最好不要将不穿的鞋子摆放在床底下 以免感情受到影响 二 寄放没用的杂物 很多人会把一些不用的东西摆放在床底下 其实根据风水的说法 不用的东西往往会产生负能量 也会滋生很多细菌 经常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 会给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对于年迈之人 身体抵抗力较差 如果在床底下摆放过多杂物的话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身体发生病变 也很容易遭遇意外的事故 所以平时不要将那些不用的杂物摆放在床底下 要做到断舍离 及时清除家中没用的杂物 保持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这样家庭运势以及家人的健康才能越来越好 三 寄放药品 相信很多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些过期的药品 或者是不吃的药品 为了防止小孩子无意中乱吃 所以常常会把这些药摆放在床底下这种比较隐秘的角落 其实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把药品摆放在床底下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是药三分毒 如果经常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药品中的毒素会逐渐被人体吸收 可能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头晕目眩 失眠多梦等等 这样就会给人的健康 造成很大的危害 四 寄放铁器 床底下也不宜摆放铁器 因为古人认为 铁器是煞气比较重的东西 属于大凶之下 对人体的健康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并且铁器比较锋利 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气息 会让人的情绪变得暴躁易怒 对于家庭的和谐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 床底下摆放铁器也会出现破财的情况 比如容易招贼 或者是贵重物品丢失 投资失利 遭遇电信诈骗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会让家庭财运受到影响 所以 为了避免家庭运势受损 最好不要将铁器放在床底下 5.移放聚宝盆 床底下可以摆放聚宝盆 聚宝盆的风水作用就是招财 而如果将聚宝盆摆放在床底下的话 能够使得招财的功效发挥到极致 对于家庭运势的提升是非常有利的 6.移放红布 在床底下摆放红布也是非常好的 红色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吉利的颜色 能够给家里带来很多好运 而且在红色的作用之下 会让人睡得更加舒服 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利 也会让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稳定和睦 生活处处是风水 只有合理的布局和摆放 才更有利于我们的运势发展 你家床附近的物品摆放对了吗 若出现布局的布局 还是尽快调整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